从善如流啦 有人要等了15分钟 有有有 大太阳下 诚意足够 要把你扔掉掉 不让你跑 逮捕归案 被骂习惯 政权末期 大家准备要下车 好的开端啦 因为侯友宜的时间压力 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的戏越来越淡 因为 你这个正当性真的不高 就是一个顾大局的人 赖金德当选的危险 还有会导致我们中华民国的困境 尤其是侯跟郭 给人家感觉是很竞争关系 这事实上是错的 郭跟柯才是竞争关系 你搞错啊 我们有主张要打柯 三个人不能互批 因为你们是要整合的 侯柯 郭 中间 球团 纯意是跟民进党 这要搞清楚 民进党故意要这样说 大共事 酝酝那个氛围 那个氛围不要破掉 对 两个人之间的小互动 算很有意思吗 对 因为我们之前 其实上个礼拜也谈了很多 我记得我还也是坐在这边 我说最起码 侯友宜这一次肯定要当着韩国瑜的面 跟他道歉了吧 道歉了吧 我觉得他有看我们节目 所以从事很如流 包括那个玉洗饭店那一场 我们就说他应该下楼去接换国瑜 就昨天他等了15分钟 有 有 有 大太阳下 诚意足够嘛 那第二个就是 要把你拦掉掉 不让你跑 逮捕归案 我看到那个陈雪是很坏 要把他们两个这样凑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道歉也够了 然后我觉得韩国瑜讲话 真的是厉害 厉害 他在现场讲那三点 从容不破 真是厉害 所以 三个愿望嘛 这个是第一步 说实在 知道那个 国民党昨天那个全代会 后来还引起了民进党内部 在抨击行政院 你知道吧 你有看到张宏露 抨击行政院 他说现在行政院的部会首长 都不帮自己辩护 就整天在那边当太平官 太平官这我知道 对啊在那边痛骂 就是被全代会刺激了 然后李文中也站出来了 因为韩国瑜讲说要下架贪腐的民进党 那你讲被骂贪腐怎么没反应 为什么都没有人反应 是不是被骂习惯了 应该是啊 真的是这样嘛 就是啊就是被骂习惯啊 就给人家感觉就是政权末期啊 骂对了 骂对了 大家准备要下车啊 我心虚啊 这样啊我怎么回 我或者不想变成剑拔嘛 所以就是想说好关我自为之啊 就准备下车那个味道 我觉得至少有引起这个效应啦 就是赵航路李文中 他们都觉得到底在干嘛 执政被骂 我觉得是这样啦 昨天那个只能说是一个好的开端啦 因为侯友宜的时间压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坦白说郭董昨天还在引孟子的话 同一时间 千万人无往矣啊 我坦白讲我个人是认为郭董的戏越来越淡啦 因为你这个正当性真的不高啦 说实在 吴子佳董事长帮他搬那三场 铜上的热度也不够啦 第三场不到4000多而已耶 那相当低啦 所以我觉得就是侯友宜要稳招稳打 他不要 侯友宜那个坦白讲韩国瑜 我们知道他本来全家要出国的 他还是要隆重的设计几场 自己办的活动 然后让韩国瑜来 讲出他所有心理想想 还要继续喔 还不够 不是啦 这个叫做拳袋会 我们是想说侯友宜自己办的场 有个主场 自己的主场 那可以在韩国瑜比较轻松的地方 他要选高雄也可以 选宜宁也可以 都可以恪水煮变嘛 然后让我觉得要让他 畅快的讲一场 至少 我觉得韩文要的是这种东西啦 说实在 因为你真的对不起人家 这是实话 全代会 还有我讲最白的就是周锡卫 我也看到周锡卫上电视讲 说韩国瑜为什么在新北输了40万票 这个你再怎么样也要 也要认为自己不对嘛 因为韩国瑜并不是全国都大输耶 有些地方还是选的不错的 比如说新竹跟苗栗 就是我们还是要比较公道的讲 所以你才会知道人家的情绪嘛 今天有一份民调出来了 这是封传媒委托的台湾指标民调 当然也会做了三角度 还有四角度 三角度的部分 依旧是赖清德第一 柯文哲24.9 第二 侯友宜第三 15.6 另外四角度的部分 也就是加入了郭台铭 如果郭台铭加入这个战局的话 第一名还是赖清德 但没有上三成29 柯文哲17 侯友宜13 郭台铭只有10 但从里面细项分析 柯文哲原先的支持者 有19%其实转挺郭台铭 所以其实从这份民调 或是上个星期 我们看了几份民调都是这样 郭台铭一出现影响最大 受害最惨的就是柯文哲 另外还有这个民调里面做的 两种组合很妙 就是赖清德对上了柯郭配 还有赖清德对上了郭柯配 结果发现 是柯郭配 柯郭配更有机会逆行 赢过赖清德 因为差距非常的小 不到1% 那这个部分我也觉得很妙 我要写要请到亮哥 他为什么特别做郭柯还有柯郭 是因为柯侯 其实难度太高了 还是说刻意在带风向 因为国民党是最大债业大 所以人家就会觉得两个人 大家是不容易的 事实上坦白说 你要叫郭台铭当副总统 我也认为非常困难 让大哥先做 这个 不过这个民调很明显 你可以看到郭台铭 主要是抢到柯的票 对啊 对 那这里就接着到侯友宜 我觉得侯友宜真的是太 太避暑了 事实上我如果是侯友宜 我就说郭台铭的政见 我全部都接受 我就开始从第一个讲 对 金门宣言我全部支持 柯文哲至少连一中各表 都不敢讲 那我敢讲 我全部支持 就是侯友宜要做一些动作 让人家觉得 他跟郭是更接近的 那为什么柯跟郭 现在看起来容易合流 因为人家真的合作过 高宏安不就合作了 所以他们是合作过了 那国民党现在给人家的感觉 是跟郭有点距离 尤其是侯跟郭 给人家感觉是很竞争关系 这事实上是错的 郭跟柯才是竞争关系 你怎么搞错啊 是啊 你从民调上 侯友宜跟郭 事实上重叠已经不多了 那可是郭的 两岸的战事实 是讲得更旗帜鲜明 连一中都讲出来了 这个柯文哲可以接受吗 那这个就是 侯友宜一概用力的部分 那至于其他的 我认为 我看不出来有哪一个 是侯友宜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就是你的文宣 给人家的感觉 这个因为金谱中还 上个礼拜特别打电话给我 说我没有主张要打柯 没有啊没有啊 他的我 表示我们的舆论都发挥作用 就是侯柯跟郭 三个人不能互批 对 因为你们是要整合的 你们要争取分数 都应该去批民进党 真的是这样 那彼此之间要去找共同点 实际上求同就要在侯柯锅中间求同 纯意是跟民进党 这要搞清楚啊 我跟他打完电话我就很高兴 我们两个想法都一样 都一样 然后他就特别跟我讲说 这个是民进党故意要这样说我 是吗 他说不是啊 他说他从来没有主张说要去批柯了 没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大共识了 就是侯柯锅要去找共同点 然后去跟民进党找差异点 然后逐渐的要有联合政府的那个酝酿 那个风潮要起来 那这样子我觉得 最后的结果应该我认为选民是很聪明的 那候选人就是要酝酿那个氛围 那个氛围不要破掉 比如说侯跟韩现在氛围就不错 那继续往前带 那每次碰到关键时刻就问一下王浅秋这样 没有了 至少侯跟韩可以稳住 那接下来就是侯哥过 那个氛围要酝酿出来 那大家都去对民进党 那那个要换党执政那个味道才会真正出来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勾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词曲来自知语 噎 比赛 一目的 顶